一開始 好厲害 五位韓式代表們 自願參加柚子保齡球比賽 用柚子當保齡球 撞倒貼有失業疾病貧窮等貼紙的寶特瓶 象徵打倒各種困難 重新自立重新生活回歸社會 是 第二個拳倒了 中秋節快到了 人安基金會基隆平安站 特地舉辦韓式慶中秋的活動 結合創為精密材料公司 以及達摩愛心會 拋裝愛心社等善心團體和個人 製贈280位韓式漁夫帽 以及硬捷的月餅和柚子洗髮精口罩等生活物資 鼓勵韓式們振作找到適合的工作 我們這次以月見希望用你平安為主題 準備許多的硬捷的禮品 包含月餅柚子一些清潔用品 以及這次準備了一個很特別的漁夫帽 最主要是希望可以透過漁夫帽 來保佑這些韓式朋友 可以在中秋前夕能夠感覺到團員的氣息 並且可以讓他們遮風避雨戴在身上 讓他們走在街頭 也可以遮太陽 下雨天也可以遮雨 那最主要這次也非常感謝許許多多的善心團體 包含達摩愛心會 被基隆平安站舉辦的這項 韓式慶中秋的活動 為有需要的韓式們修剪頭髮以及眉毛 精神氣爽過中秋 也面對未來的自我挑戰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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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